有中国网友近日披露 废皮革制作实用明胶的工艺 官方早在1992年就曾合发专利 相信引发舆论化然 原来中国人吃废皮革明胶 至少有21年的历史了 学者警告 工业明胶的毒性远高于三聚氰安 危害更大 网友赵勇24号在微博上披露 皮肺料制作实用明胶的工艺方法专利 据申请公开说明书显示 专利申请日期为1991年9月 公开日期为1992年3月 专利号是91108955 对于此项专利 中国专利局新闻处处长 起先否认知情 接着他又表示专利早已失效 我还的的确确不清楚 因为我具体不承担这项工作 他的专利上据我所知 那个专利早已经不消了 很早已经十几年了都已经不消了 中国民交协会理事长王静忠 曾向媒体介绍 一顿正规实用明胶原材料 要价两三千元 而皮革下脚料一顿 却只需要一两百元 制成实用明胶 一顿可以卖到两三万元 据了解 政府执检机构 目前仍然没有识别 工业明胶的检验方法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施 曾在媒体上警告说 工业明胶中重金属弱的毒性远高于三聚氰安 涉及的违法生产企业多而广 危害更大 吉林大学药学院周瑜来教授则说 如果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这些现象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新唐人记者陈汉上文采访报道